就像这个赖清德想要拆弹 结果拆成大笑话了 说把万里老家交付工艺信托 还要做一个矿工纪念馆 哎呦拜托 里面完全看不到矿工的痕迹呀 里面就是一个很舒适的这个 民宿 是在矿工民宿吗 所以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就说了 所谓的赖皮疗为贱啊 他根本不是赖清德自己的房子 这个房子现在是他儿子的名下 既然如此呢 赖清德又凭什么可以代替自己的儿子说 要把这个违贱交付工艺信托呢 你知道赖清德犯到一个最大的战术错误 是什么你知道 他之前不是口口声跟我讲 那是你亲戚的房子 虽然亲戚是他儿子 但是问题是 你亲戚的房子 你凭什么把他决定要捐还是不要捐啊 你凭什么把他决定要信托还是不要说 那是你儿子的房子不是你的 你好歹要你儿子出来说 今天我爸你好歹把你儿子弄个机票 把他从美国飞回来 假装那边很可怜 今天为了我父亲 我决定把这个东西捐出来 虽然这是我奶奶留给我唯一的纪念 然后那边啪啦啪啦啪啦啪 讲那些耳心啪啦啪啦话 你说要演就演到这程度 你就演到这种程度嘛 那根本不是你的房子 你在信托什么啦 我就觉得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啦 你违章建筑请问一下 你连个房子的建号地号 建号都没有 所有权都没有 请问一下你是要怎么转移 你要怎么样去信托给别人 那再来更好笑的就是 他明明讲的就是 等到矿区居住权 对 获得保障之后 还有那个弹书耶 矿区居住权什么时候会获得保障 谁知道 所以你根本就在胡扯嘛 你就只是想要赶快 用缓兵吃剂 让大家不要再追你这个东西 其实赖兴德如果一开始就说 这是我的老家我们老家的地方 我父亲就在这个地方 但是你们好说我违贱 这是一个时代的错误 可是我今天 然后就一边哭就开始 怪手进去砰砰砰就把他拆了 就没事啊 同情票马上涌入啊 对不对 那他为什么不做这件事 你哭没有用的嘛 而且跟你过去的人设不符嘛 然后结果 偷偷偷硬干 硬干到他那天 下午中常会的时候 还在那边解释 跟媒体解释说 我这个都没有错 都没有问题 而且还在骂猴磕 是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 是赖皮疗的风暴越演越烈 因为真的太赖皮 太扯了啦 连这个侧翼啊 都来帮忙护航了 所以徐巧新 请注意他现在是立委候选人 那他在脸书上面 po文就开酸了 林志群AKA 绿营侧翼律师说 如果我羡慕赖兴德的话 可以到万里去置产 不是啊 你拿一般正常的房屋去跟 赖清德的这个 违章建筑做比较 是在哈喽吗 赖皮鬼做过立委市长 行政院长副总统 现在还要选总统 照理来说他应该要很懂国家法律的规定啊 但是他却是贪财 偷偷摸摸 有赖皮 第一点 那巧新帮他写了 第一点 2003年他把公僚改建成豪华的赖皮僚不缴税 被抓到了 还哭 鼻子哭了五次 好可怜哦 然后找国安特勤守护他跟他家人的维健 好然后第三点是要政府给他合法化在信托 白赚国家一笔 但是呢如果需要信托 房子还是他的啊 第四点呢被发现国安特勤呢 要向赖清德的家人租为建 又要再付一笔费用嘛 对不对 那选总统被发现家里有违章建筑 本来就赶快拆一拆改善就好 偏偏要赖着不拆 还找一堆的侧义来护航 这样根本没有办法说服普罗大众的 真的啦赖清德 你以为这样可以解决问题也不行啦 而且赖疲劳持续在当地变成了 打卡热门景点 真是死人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